我们一如祭晚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 多来大陆旅游观观 体验灿烂中华文化 感受大陆发展变化 共享大陆发展进步成果 民进党当局 罔顾民意和党内业界诉求 拒绝解除禁团令 是在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的震担权益 严重损害台湾旅游业界的利益 不得人心必遭反噬 大陆的旅游事务主管部门 在4月28日宣布有关安排 目前相关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我们将按照既定规划 持续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 和各领域交流传态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